回到台湾顧问团核四存废大便论 今天讨论是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能源政策 政府的能源政策是什么 我们刚才前一段讨论告诉大家 这个能源政策其实现场来不是完全都能够赞同 因为觉得呢 对于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四存不存在的变数 政府到底有没有做好准备 说白话一点 政府你备好18套的一个剧本来因应一旦核四续建 或核四停建之后 各种层面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吗 我指的各种层面当然包括政治层面 那我们如果纯粹回到的电力能源的供应的部分 又到底足不足够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能源政策 是告诉大家打造绿能的一碳环境 其实一直到2025年2030年 哇这个再生能源的比例 才能跳升来到16.1% 2025年也不过9.16一成都还是不到 果真是如此 所以台湾没有核电真的是不行 叶老师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或许观众朋友可能会跟我同样的疑问 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 我们自己的一个关于绿能的一个发展 为什么起步的这么慢这么晚 那么现在才告诉大家 我没有绿能够接上来 觉得核电一定要存在 因为原来一开始 我们还是期待由核能来达到低碳的目标 但是如果现在政策需要做调整的话 我们真的起步有点晚 就像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 而且您刚刚的数据里面 3%点多要提升到6%点多 还得注意 这3.4%的所谓的再生能源 其中有2%的水利 是没有办法再增加的 就像刚刚副所长有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可以利用的再生能源 我们都已经把它拿来用 现在唯一能够外加上去的 就只增加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其实不在我们考虑之列 为什么 要百万阳光屋顶 不在考虑之列 政府又说错了 我真的期望太阳能发电能够让它的效率 真的能够提高 各位看到我这边手上的这个报表 太阳能发电它必须要使用多晶系 而且或者是高纯度系 在沙哈拉沙漠的正午时分 放在那边 它的发电比例才有办法到达30% 各位 现在的火力发电或者核能发电 电厂的能量转换效率就是30% 所以我们左眼的目标 必须要效率能够到达30% 它可以真的拿来作为商业的应用 那一般 可是这个贵啊 你使用多晶的 你使用高纯度系 这个非常非常的贵 那你想要比较便宜 那你就必须要使用这个薄膜太阳能电子 薄膜太阳能电子效率很低 它的效率只有10% 这个是太阳能 那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可以考虑的 就是风能啊 但是刚刚副首长也一再的提到 风能在台湾的风场其实并不稳定 风机的造价其实也非常的贵 风机的造价 每一步的造价大概要1亿元的新台币 就那一个风机 对 然后你要签架风机 各位 刚刚那个签架风机提升到9点多 不是1千架风机 那个是要3千架风机 才有办法到达刚刚提到的 那一架要1亿 没有错 好 至少3千亿的成本 就是一个核次的成本 好 那我们总统好像没有说清楚 讲明白 对 那这个水利我就不秀了 因为水利就是我刚刚提到的2.0 海岸能行不行 刚刚提到的潮汐能 波浪能 这个黑潮 目前都还在研究结果 还在研究当中 在台湾是不可能实行的地热 满多人提到 台湾有超过一座核式的地热的能量 我举个例子 你这个地热 如果你把它分散到整个台湾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举例子 一个蜡烛 假设它是1瓦的能量 你一座核式是10亿支的蜡烛 10亿支的蜡烛 你把它均匀的放在台中以北的整个地面上面 你要去加热一个55加仑桶的水 把它变成水蒸气来发电 请问这个55加仑桶的水 可以把它全部变成水蒸气 如果你的地热 是像蜡烛一样的分散式的一个 这个蕴场 是 所以你只能做什么 你只能做温泉 你只能做来煮蛋 所以那个效益也是不够的 所以经常 那这样看来 我们的学者们的分析 大家讲的绿能 不管是阳光屋顶说 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说到风机贵得要死3000支 那么要3000亿 那么再来潮汐也不行 地热也不行 那我们要打造这个低碳非核家园 你们不断的诉求 那怎么做到 我能不能先插一句话 2030年再生能源 他说政府讲了 16.1% 那如果我们能够加速 然后早一点达成这个目标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正如讲的 如果能加速那当然好 那么刚才杰吉老师有讲到 就是加速不了 技术没有办法更新 还没跟上来 那我们本身的国家条件也不优 所以刚才告诉大家这些的绿能 现在的发展情形 在我们学术界研究是不可能的 我不会再一句话 是 就是说他竟然2030可以 就代表他有一定的程序 好 那马政府的效率 如果能够加快一点 可不可能 好 好 这我们也是非常指引在这里 这是最新出炉的 政府的一个说帖 要告诉大家 现在核能安全跟非核家民 要怎么进行 我们立刻也要到了 但重点是呢 我们现在质疑的相关的问题 时辰开了出来 但是能不能够做到 至少对马总统而言 那个时候你不是你当家 所以这个问题 谁来负责呢 不晓得 所以说老师您的质疑 相信我们在座 恐怕都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能够完成 而且要怎么完成 所以呢 那是不是不断的在 提倡非核家园的李执行长 你们给政府一些建议吧 叹气 我可以想象 我以前学政策的时候 学政策制定的这些过程当中 他想到政策的制定 他的步骤是什么 第一个定出来一个愿景 然后再来我们决策 我们就想说 就是朝这个目标去前进 然后之后就是执行力 如何让这个东西来执行 可是我们看到我们政府 对于一个能源政策 其实它是就是 从头到尾 就是只是把它放在核能的 这个想象里面 那就是说 他过去 像我也曾经参加过 全国能源会议 他说核能就是主流 然后未来的话 那时候还没有辅导核灾 所以他说 每一个核电厂 还要再征设 四到六个机组 也就是台湾未来 会有26个机组 然后后来在能源政策环评 在环保署的能源政策环评里面 他提出来的能源政策 也是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盖核电厂 然后核一核二核三继续研绎 然后另外就是 再提出来一个 一个那个就是 多用火力 然后让造成台湾的 那个二氧化碳过高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政府的想象 他完全没有想象力 就是这个样子 我要再举个例子来说 其实我很难过 我们台湾有那么多优秀的教授 但是包括我们台经院的老师 台中院老师 这么多优秀的教授 但是他们长期来研究再生能源 最后难道研究出来结果 只是为了要证实 我们台湾再生能源是不可行的吗 只是为了要做到这个证实吗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 我们订出来了台湾到时候 经济部的能源政策白皮书 订出来到了2025年 要有9900MW 9900MW是多少 我们的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加起来也是7844 所以如果说我们再生能源能够达成的话 其实早就可以全面取代了 然后其实 看来最后就达成不了 我们未来 我们2025的时候 我们可能 如果说核四运转 我们最后只有6% 其实我觉得叶老师还蛮有 因为我们现在都一直在讲说 十几%的核能没有的话 应该要怎么样来取代 可是不要忘记 核一核二核三 本来就是你应该要处意的 所以你现在要解决的 只是核四的6% 否则请我们政府 就像叶教授一样大声的讲 我就是核一核二核三要研议 核四要继续盖下去 台湾没有核能就是不行 看听到这个 观众朋友觉得 我们政府到底有没有说实话 有说清楚讲明白吗 好这册子出来 其实很薄 所以所有问题 能够在这里得到答案 当然不是 而且这个说法 大概是从来没有变过 在生能源有天后的问题 有土地利用的问题 无法全天后发电的 供电不稳 无法调度 当然就没有办法好好来做 但说到2025年 2030年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比例 但是其实我们说到 这要怎么达成 这个目前就不得而知了 所长 副佐 你们有告诉政府要怎么做 能够达到那个数字吗 我想大家对这样的事情的批评 我可能要澄清一下 马政府或是说 所谓过去的政府 从来就没有把 我们的能源安全 或是能源政策 集中在核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2011年台电的 发电的 整个电力系统 不是只有台电 还有一些独立的电厂 气垫功能等等 其实核能为什么只占18% 基本上就是 它就是一个 所谓投资组合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把不同的投资组合放在一起 来降低它的风险 第一个 第二个 然后降低它的平均的成本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 好像都靠核电 而为什么核电 只是因为最近 有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核资公投的议题 激起了大家的讨论 但是政策上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也希望飞核 主要原因是 其实也是一样 核飞核问题 大家以后都很难去处理 所以我们也希望飞核 政府也希望飞核 可是这个飞核 你假设现在就做 你就必须付出代价 那个代价是很大的 为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 这个是我们 这几年 我们这几年 我们整个台湾进口能源支出 在我们GTT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国际油价 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振比 跟过去几年 在1980年代 90年代 你看现在我们的比例是过去的 已经是将近五六倍的 就是说我们的钱 我们赚的钱 付给这些国外买燃料 买石油 买天然气 就是要占这么多的钱 那每个人要付多少钱呢 每个人一年 现在要付到 已经要八千多块了 续而下来 两千三百万人一个人要分担到八千多块 买原料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稳健的去减合 为什么 假设你不这样 你一下就减下来 对不起 你这个负用马上好几倍上去 不是说 我们为了这个核电的存在 而是其实是为了让大家 可以负担 我们在可以负担情况 我们慢慢来 未来 透过技术的进步 再生了一个技术可以进步了 刚那个教授 叶教授讲了 这个基本上太阳光电的部分 其实太阳光电 因为它其实某种程度上 对台湾是有点贡献 主要原因是 它是在白天发电 对台湾来讲 我们是希望白天电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尖锋在白天 风力发电比较麻烦 它是晚上发电 因为晚上风比较大 所以反而它对系统的贡献 没有太阳光电那么好 可是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说 台湾就那么 已经建了那么多的风力发电机 为什么没有办法取代核能 大家注意 核电我们一年有八千七百六个 六零小时 八七六零小时 碳光电一年发电时间 好的地方是南部 中南部的 大概一年可以发一千二 风力发电只有两千四 海上的风机可以到三千二 核电它可以到它大概七千多 这就是为什么你同样 盖那么多的装置容量 可是你发的电量 是没有办法取代它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特别要 发电的一个效果 没有办法跟上来 对 它没有办法跟上 跟你的需求没办法配合 所以我们的政策 目前为止还是觉得 核能还是要长期 走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进广告之前 我们先带大家 大家看看这个丙图 没有错 现在整个核年 核四还没上来吗 这是去年整个发电的一个配比 核能的部分 或许观众朋友 天天看我们节目 你大概知道 百分之十八点四 大概两成左右而已 但是我们看到 主要的发电都来自于火力 这里有燃煤 百分之四十点七 燃气就是天然气 百分之三十点三 再加上燃油 虽然只有二点五 但是这个所有的火力发电 占了多少呢 百分之七十三点五 好 我们的发电比例 这么高都是火力发电 这对于政府嘛 政府不断强调的 我们要节能减态 我们要达成国际的一个 碳排放的一个要求 要做一个很好 配合度很高的一个 地球公民来讲的话 这算是一个好的能源政策方向吗 待会回来继续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